现代战机 尤其是那些只在对空作战 夺取空中优势的战机 为什么还要在机身上保留机炮 这种二战标配的过时武器呢 明明大家都能够发射导弹 去掉机炮 多加两枚导弹难道就不香吗 还真不是没人这么干过 上个世纪60年代 美国麦克唐拉飞机公司生产的F4鬼怪 在一开始的机型上面 就是只装导弹 不装机炮的 理由很简单 我是一架超音速空中拦截机 拥有超视剧的打击能力 你根本就没有机会目视看到我嘛 那同样我也就不会目视看到你 有导弹就行了 还要机炮干什么呢 浪费空间啊 这样的理念在当时已经很流行了 但真的敢把它用出来的 还属F4游泳器啊 结果呢 越南战场让它在了大跟头了 因为在这场矿日持久的空战当中呢 对手根本就不按套路出牌嘛 你用的虽然是又先进又复杂 又高速的重型战斗机F4 但对方呢用的则是比你更慢 比你更小 但是却比你更灵活的米格17 在近距离狗斗当中呢 往往还更要占据优势嘛